穿啥穿,先对付两天再说吧 这么好的鞋,下地干活不是浪费了 你快拉倒吧 哎,你这孩子 对了,你今天咋样啊 错过是吧,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 今天运气好,在一个矿洞里头倒一块大金子 光大金子就卖了三千多 你去矿洞里了 嗯,不远,就在门口 那也不行,下次别去了 那矿洞都好多年了 你都不知道啥时候它 要给你埋了壳杂整 以后知道里面有金子也别去了 听没听见 没事,我进去之前特意按了按 发现没事我才进的 累了吗,千万记住了 今天这是别说漏了 我刚才去小超市 特意把我空军的消息放了出去 估计他们现在正幸灾乐祸呢 放心吧,我肯定不会说的 第二天早上 大姐,收拾完没呢 收拾完了,就等你了 疯子,你也去啊 今天没去淘金 没去,黄飞今天没使金 没车也去不了啊 疯子最近咋样啊 淘金正没正正 昨天去了,啥也没淘着 车费都搭上了 妈呀,那咋没淘着的 咋整的 朝阳呢,现在干咋样了 朝阳还行 那工作也没啥别的事 就是天天站着 前几天又涨工资了 涨了一百 老板说干得好 涨工资是好事啊 挺好 宿主方圆三米之内 有贵金属的存在 嗯 喽,我回家一趟 我锄都放着别动 好,知道了 大姐,小风干啥去了 回家喝水去了吧 谁知道 大姐,小风这性格可不行啊 这干啥没长性 一会就嫌累 这你不说说他 泪就回家歇一会嘛 他没干过 泪也正常,没事 都那么大孩子了 泪就回家歇着 干啥不赖 很快陈锋就到了地里 当他带着一身装备 出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 所有人都静待了 你这是干啥 刚才我在地里 好像看到货了 但是我绝半天也没找到 就寻思拿一戏探探 这地里能有金子 谁知都咋回事 看着得了 你扫着啥了 这,怎么会 还真让他逃到货了 真有货啊,小风 我也不确定 看看是啥再说 会不会是破铁块啊 地里总有这些东西 谁知道 但我感觉也就是那些东西 被啥命的都能捡到金子 这跟老天爷送钱都没区别啊 卧槽,出金了 好像真是金子 快拿起来看看 这好像真是金子 还不小呢 卧槽 还不小呢,卧槽 我们下次见了 不愧 我们下跌了